萬年曆 萬年曆到底要做出什麼樣的效果 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這邊下拉一下 所以這邊需要有下拉清單 比如說2016好了 假設說我是7 現在6月份 6月份的話 第一個你可能要知道說 6月1號在哪裡 你要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6月總共有幾天 你要把它放幾天 後面的都刪掉 大概是這樣 然後可以下拉清單 當你怎麼做下拉清單 前面講過 當這個下拉清單裡面的資料改變的話 你下面就要觸發 就是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 基本上你可以用函數的方式來做 或者VBA來做 其實都可以 函數的話你可以用Column跟Raw 產生 你們可以想想看 假設你今天要產生一個Column跟Raw的表格 這邊的話 假設我是用減數比參照 如果是用Column 按確定 這個你向右 它會是1到7對不對 那向下因為我要到42 可是向下基本上都是1到7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再加上7的倍數 那7的倍數由誰決定呢 由Raw來決定 這個Raw的話 Raw就是列 這個Raw的部分的話 那列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第7列 所以第7列不用加 然後減掉10 為什麼減掉 因為我 第10列不用加7的倍數 可是第11列要加1倍 第12列加2倍 所以乘上7 這樣子也不用數了 打勾之後你會發現 向右 向下 就有1到4時候 那1到4時候 你可以再去決定 第一天的位置 第一天的位置的話 你就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第一天的話 你可以用weekday 去抓到第一天的位置 4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第4的位置 那這個月有幾天 你可以怎麼樣 再放總共30天 你就放30 30以後就不要出現 這個時候不就是會有萬年齡出現的嗎 OK 那至於就是說 這個月有幾天 好像除了用上個月減一天之外 上個月的日期減一天之外 好像有個什麼 有個函數叫什麼 其實在日期 我之前有看到一個叫做 E-O-month 其實應該名稱 我猜應該是 End of month End of month 就是這個月 End 就是這個月的最後一天 那當然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跟你要幾個東西 比如說star day star day也許是假設這個 6月 那month的話相差幾個月 0個月 這個關鍵 可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回來會是一個數字 不過我跟各位講過了 其實這個地方 基本上它本來就是一個 日期本來就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把它格式化 它會是 2016 6月30 但是呢 你想說 老師那我只要添的部分怎麼辦 很簡單啊 減下對不對 插入一個函數 用什麼 用對 因為年嘛 year month day 那如果你要day的部分的話 那你就day 然後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按個確定 回來的話呢 因為它是一個數字 不是一個日期 所以你再把它改為通用 回來就是30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這個第一個 萬年例的範例 回去的話 有興趣可以稍微了解 我的做法一樣 不外乎先用函數 不外乎就是再用VBA 然後就放過來 所以其實在做什麼 反正for i 等於 for j 全部串接 串接完之後呢 再丟切 就是百家信二 這個叫 shits shits 刮虎百家信二 點slet 切過來 再把那個什麼 我們剛剛串接完的東西 丟到這邊來 ok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 這裡面的百家信 你可以用縱向的 或橫向的展示 方法也是有兩種 請你用函數 函數怎麼用 其實裡面 你可以用文字函數裡面 切字串 切一個字 切哪裡的一個字 會隨著它的位置的改變 對不對 這個有點 需要動動腦筋 所以這個當然雲端上有答案 你最好是可以自己想想看 這是第一個用函數 那可以橫向的 照前孫禮周吳正王 然後換下一個 每二十個 每二十個 所以每二十個 你會發現 它也可以再參照到弱 就是這一列 不需要二十 下一列 就換下一個二十 反正 最後的話 有一個向右 清除 向下 清除 也可以變VBA ok 這個 應該很簡單 主要就是 把東西串 放到那邊 再幫我切 就是 在工作表裡面的 分分合合 ok 大概這樣 這個是文字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 還有什麼 我看這個我們範例檔裡面 我們還有文字有 銷貨單 這個銷貨單 我覺得也比較複雜一點點 但是很實用 怎麼說呢 基本上要需要做什麼 單號自動產生 這個不是自己打的 你要的是什麼 普通鑑 是五天 極鑑 最初 如果是普通鑑的話 它就幫你加 不過特別注意喔 五天之後 會遇到禮拜六 禮拜天 那禮拜六 禮拜天不上班 所以你要避開六日 還有國定假日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做 OK 會有一個結 然後再來客戶 自動呢 根據客戶的 這個編號 抓其他的資料 所以這個會自動產生 打電話過來說 它要什麼東西 也會自動產生 要幾個東西 也會自動產生 按下訂購之後 它會把 這個清空 單號自動幫你加一 而且幫你記錄在這裡 OK 這樣其實也不錯喔 對不對 以後如果你工作裡面 都有這種表單的話 那其實很順嘛 打電話 點點 按下去 記錄下來了 那也就是 把一次當 就是 資料庫 其實這 設計複雜一點 甚至 做個技銷存 都不是問題 OK 所以這個是 我們的那個 第四個範例 就是延伸性的範例 那應該懂那個 然後再來 地詞合併 重點在哪裡呢 最後我把這個講完 第一個呢 就是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清除掉 裡面怎麼把這些合併 那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前面三個是OK的 可是後面這個就不OK 為什麼 因為沒有幾段 幾項 所以如果沒有 那就不用這個東西 如果有 就幫我串上面的東西 所以最後做出來 那你可以用 函數 有沒有 串接怎麼用函數 有沒有 所以這邊要邏輯判斷一下 或者BBA 最好什麼 按下按個按鈕 全部串好了 再來呢 地址查詢 這個查詢是什麼 輸入關鍵字 比如說要查什麼 所有住在什麼呢 呃 住在這個仁愛路中校 這有啦 所以如果我再查一下中校東路 他會幫我刪掉舊的 按確定 他會怎麼樣 幫你產生一個 然後把查完的資料放在那邊 但是如果有舊的呢 他會出現 你有舊的要不要刪掉 啊要 然後我再把它更新過 算 有沒有 這邊就出現了 住在中校東路的 有這些人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寄資料給他的話 這邊就有了 你可以這邊有個 合併列印嘛 WORD裡面不是有合併列印 你如果版型都做好的話 那你直接把它合併到合併列印 就可以印出去 DM就直接寄給他了 就一個簡單的查詢功能 主要是什麼 把本來不是正規 不是一個完整的地址 合併成一個完整的地址 最後做一個查詢系統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幾題 怎麼做呢 雲端上都有答案 那因為我們時間實在是蠻寶貴的 所以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有這樣的一個運行 至於細節 可能各位再花一點時間 把這個部分好好的再練習過 那如果說有一些細節部分 不是太清楚的話 也許雲端上有之外 其實我那個Youtube的頻道裡面 其實之前應該也有上課過的內容 如果你要參考 我想應該你要找到答案 並不是困難的點 OK 那當然我是比較建議各位 未來可以盡可能的多用 反正上班的時候 如果你有機會用到Excel 那你何不就把我們上課的東西 稍微多多練習吧 這樣子也不衝突 那當然有個好處 我想你的VBA功力 也會慢慢再增加 在進步當中 或許其實你如果不希望自己那麼勞累 其實增加工作效率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培養你的其他專業 如果這個專業 如果你培養起來 我想你將來 也許可以再更 會有更多的機會 其實我後來慢慢發現 一個工作真的要做很久 你要為你與其靠公司 就是倒不如靠自己 增加自己的專業才是比較實在的 因為如果你的履歷非常漂亮 我發現好像現在 人家是應該是 會主動來挖你的機會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你的履歷 或者你的實力 你的能力各方面不OK 說真的 當然就只能夠被挑而已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今天我想我們秀 這一期課大概就先到這裡 如果也許後續有問題的話 方法很多啦 你可以找到我的機會也非常大 要不然你就在YouTube影片下方留言也可以啦 你說幾分幾秒 老師這裡我有點不太懂 那也許 因為你會比較明確嘛 幾分幾秒 那我就原來那個地方 不過大部分好像同學 看了影片之後都很少有問題 不知道是哪裡有問題 是我講得太清楚 還是我講得 OK 不過盡可能的 你可以再把這邊多多的練習 OK 那時間的關係 我就 我們這一期就先到這裡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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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